关心校园的讯息 大学学测成绩揭晓 今年由于题目比较困难 全国满级分的人数减少许多 一共只有138位获得75级分的满级分 其中五日的明道中学就有四位学生得到满级分 而这几位同学呢 都是从国中部一路念到高中 几乎补补习 跟随着学校丰富扎实的学科课程 规律的学习才能够获得满级分的成绩 明道中学同学坐在一起分享读书心得 却难掩兴奋神情 他们是詹艳广 邱艳章 郑鑫 谢家俊 也是学校在105学年度大学学测当中 获得75级分满级分的学生 其实考试完的隔天 对答案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有机会 所以可能比较不会很惊讶 那个时候是我在校车上 然后同学传那个FB给我那个讯息 然后我以为他会忽然 然后其实就可能算是很幸运吧 然后我就想说 感谢那个那些 每天教我题目的那些同学 学校表示 今年由于题目较难 全国满级分的人数减少许多 共有138人 而明道就占有4人 这4位同学都是国中一路念到高中 几乎不补习 跟随学校丰富扎实的学科课程 规律学习 因而在大考当中发挥实力 获得满级分 因为到了高二下之后 因为那个科医压力就真的会变很重 所以就是会看一些比较心灵成长的书 就是会告诉自己说 要坚持下去 要努力下去 第一次是75级分 对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这么好 就是这次还蛮幸运的 学校会有另外的一些相关措施 包括这个礼拜六会对家长做 整个生涯的选田志愿的说明 然后接下来会开始启动 被审资料的一些制作跟协助 还有会有一个叫做面试 今年明道得到70级以上的有43人 接下来学校会安排生涯规划 也请这些同学跟家人讨论 找出最适合自己就读的大学 勇敢逐梦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